他先生来了是吧 对 那个有新鲜感的男人 在呢 横博回头看他一眼 你太紧张 来 请你做自我介绍 葡萄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老师好 孟姐好 我是王横博的对象 叫刘璐 你这样呗 你给你的妻子打打气 让她放松一下 你是给她唱首歌 还是跳个舞呢 这个 这个有点 我就是跟那个 跟各位老板说一下 我不像一个情况吧 这位丈夫啊 其实你这样说呢 并不能让她放松 我是要让你给她放松一下 你看看用个什么样的方式 他俩站的大概 我们这边看大概隔出两米 你是亲他一下呢 搂他一下呢 还是来个身形的吻呢 亲一下 哎 哇 还可以 好 放松一点没有 我完全没看出她有什么放松感 感觉更紧张 我们倒觉得老公的这个 也比较适合公司的 你是95年的对吧 我是95年的 对吧 那你现在也就是25岁吧 对 25岁 可是 你现在的那个表现呢 就在变成35岁了 增龄了 是吗 你是不是应该回到你25岁的活力啊 老师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就是在我来录制节目的前几天 然后我参加过两个线下面试 然后分别的面试时间和老板 boss的交谈是两个半小时和一个半小时 全程 我的表现都挺好的 然后挺自然的 可能今天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节目 然后也第一次面对摄像头 我有些紧张 然后 我很不好意思 你要这样想这是天津卫视吗 你是天津人吗 都住在自己家面试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放松一点啊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恒波 天生我有才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才艺 在各位企业家的那个桌子上 要有一份我准备的资料 这份资料包含了我过去工作中的一些工作成果 然后还有我对财务的一些认识 嗯 好 那个请哪位企业家说一下 看了这份这个纸质的这个资料之后 想说什么 我看 其实我拿到这份资料的时候啊 就看了很久恒波这个资料 然后你真的很善于思考和总结 但是透过我十年的创业经历 我发现想的多的人呢 一般执行力都会比较弱 然后我发现你身上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啊 这个闪光点叫做你可以发现问题 但是我好像觉得你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稍微弱了一点 第一我还是要鼓励一下 其实这份东西以一个四年工作经验的人呃能写到这个程度 我认为很不错了呃不光是自己有在思考 其实还是有可行性的就是落地层面不是大的问题 而且以你这种有一点点洁癖的这种个性通常是愿意干事的 我提醒呃其实各位企业家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经常容易被长篇大论所误导 所以制度里面最关键的是简明额要 他犯了所有应接别生犯的问题 就是你给我出个方案我从网上搜 我给你给你写成一百页我都可以写出来 但是在执行上面难于操作难于执行 其实是让公司的效率变得极其低 孕炎 孕炎 弹劣 关键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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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